爱你 闭门 太有意思了 小医生 我好像手机看得有点多 觉得眼睛好累啊 我好像也是的 对吧 好像朋友们也跟我们一样呢 不行 今天我们就为了朋友们 去采摘酸酸甜甜的 又能让大家眼睛健康的美味水果去吧 酸酸甜甜的健康水果 好奇吧 那么我们这就出发吧 爱你 去哪儿 就是这里了 爱你 这里好大呀 是吧 超大的 猜猜这是什么 紫色的 圆圆的 对的 对的 葡萄 葡萄是一根茎上面有好多串 你再看看这个 不一样对吧 艾丽 我怎么看也猜不出来了 我告诉你吧 这个就是蓝莓蓝莓我爱你的蓝莓 蓝莓蓝莓我爱你的蓝莓 好的 那在我来之前呢 我呢 是学了一点东西的 过来过来 我给你看一下 看的话 这边不是有果实吗 对吧 是有绿色的 是不是 还有粉色的 还有紫色的 我们就摘紫色的就行 知道了吗 就摘紫色的当中呢 看到头上是这样的 这样的呢 直接碰一下就可以摘下来了 这么轻松就摘下来了 甜不甜 有点有点像热可可 又热又甜的热可可 艾丽 艾丽 我也想摘 特别简单啊 过来 就这么摘就行吗 对 你就摘就可以了 你先摘着哈 我去那边 天哪 这不可思议 朋友们 朋友们 我看 说这是葡萄架也可以了 葡萄呢 是好几川长在一起嘛 这个也是哦 好几川长在一起 哇 跟葡萄一样结了很多呢 好神奇啊 看 这边呢 是圆圆的 再看这边吧 是不是有点像蓝梅花开的样子啊 好可爱 好可爱 好 那我今天呢 多踩一点 给小凯丽 小艾丽 小凯文什么的 我都送一点 都送 阿姨 我能摘这颗吗 一 二 三 阿姨 我是不是很会摘 那些都已经成熟了 哇 得到表扬了 果然 我小医生 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 那我今天差不多能摘一千个呢 不过 可能朋友们会非常好奇 这里不是有些 没有完全成熟的蓝梅吗 我要尝一下 然后给朋友们做一个评价 告诉朋友们这些是绝对不能摘的 看这里 我们要摘那些紫色成熟的 旁边稍微有点粉色 还没完全变成紫色的是不可以摘的哦 现在我把它摘下来尝一尝 这时会发生什么事呢 不吃好了 虽然没有柠檬那么酸 不过也差不多了 好酸 阿姨 阿姨 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呢 我在这里 小医生 阿姨 你摘多少了 我 我现在正在给朋友们做味道测评 所以没摘多少 小医生 说到蓝梅呢 我们除了摘下来这样生吃之外 你摘下来还想怎么吃呢 我 我要做蓝梅冰沙 我想用蓝梅做蓝梅糖果 糖果 蓝梅糖果要怎么做呢 不是已经跟糖一样甜了吗 还想做得更好吃更甜一点吗 所以你想到什么好办法了吗 阿姨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我就知道最后你还是得靠我 让我想一下吧 我们一边摘的时候 我一边想想我们能做什么吧 对了对了对了 刚才好像小医生说什么来着 好像是用蓝梅说是做成甜甜的 像糖一样 像糖一样 哦 糖葫芦 糖葫芦 就是 就是把糖包在水果外面 最近比较流行的那种 吃的时候能听到声音的对吧 对吧 好的 很好 小医生 我想到要做什么了 哦 艾丽 哦 小医生稍等一下 我们再摘点 然后在前面见吧 知道知道了 我们在前面见 哇 艾丽会做什么呢 好期待呢 耶 小医生 我们先把蓝梅倒在桶里 那这个呢 我先来吧 哇 真的好热喔 择得很多吧 哇哇 冒出来了 哇哇 该你了 我也来 小心小心 好 哇 哇 到的同时我们发现了绿色 艾丽 哦 哦 哦 好多呀 小心小心 真的好多 小医生 这个 是什么呀 呃 艾丽 这个 我不是不让你摘这个颜色的吗 对不起 好了好了 以后这样都不能摘知道吗 知道了 好的好的 那把旁边的竹签递给我 竹签 给你 好 看好了 我们呢 把刚才摘到的蓝梅 穿在这个竹签上面 哇 哇 个儿头真大 哇 像这样 穿上就可以了 我的幸运数字呢 是七 所以呢 我穿了七颗 等等 在穿的同时呢 来画一下这个 唐膝 哦 那我先穿着 嗯 好的 哦 对了 艾丽 你刚才说 蓝梅里面 有什么作用来着 蓝梅里面呢 含有能够 食眼部健康的花青素 真的 你知道什么是花青素吗 哦 等等 哦 花青素 花青素 没关系 字幕啥会有的 不过字幕学习吧 知道了 不过 确实很好啊 原来对身体好的东西 不都是苦的吗 像药一样 对的 但是这个呢 却很好吃 还对眼睛特别好 世界上居然有这种东西 哇 而且还像我一样可爱 对吧 小一森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 好的 郑兄 马上就吃 好的 好 我们首先把 这个糖西呢 就在上面 好了 了了了 咻 这个呢 我看还是按我的习惯来吧 把它放在边上 用我的方式 直接站 哇 好 然后呢 把它插在这个上面 插好 不错吧 再放一圈进去 噜噜噜噜噜噜 呀 哇 真棒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等等 我又有想吃的东西了 就是蓝莓 冰淇淋 冰淇淋 噢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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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艾莉什么时候能回来的 小鱼生 我拿回来咯 哇 艾莉 终于 终于可以尝尝它的味道了 哇 我好激动的 对吧 对吧 好 这好像不错呢 准备好了 可以吃了 入口的一瞬间 美味一下子在口中散开的 哇 快点 快点 好好听听声音 开始啦 好像不是这个声音呢 你确定已经吃了吗 艾莉 再试一个看看 等一下 这不就是蓝美的声音吗 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 艾莉 不是的 怎么不行呢 我再试一个 艾莉 艾莉 那么我们的蓝美冰淇淋 这个你来尝尝吧 好的 怎么就不行呢 难道是外面太热了 糖葫芦得在寒冷的地方才能成功 原来是这样 不过也很好吃 艾莉 哦 这个好像成功了 什么 这个是梅栈糖直接放进冰箱里冷冻的 嗯 等等 我个人觉得 成功了吧 梅栈糖的 好像更好吃 真的 为什么感觉好像更新鲜 更甜呢 还有更加爽口呢 朋友们得这么吃 家里有蓝美的花 把它们穿在一起 然后放在冰箱里冷冻一下再吃 口感跟冰淇淋一样 有点像冰淇淋球 味道实在是棒极了 就是这个味道 真好吃 我也来一个 哇 真好吃 虽然不是糖葫芦 不过我的味道还是满足的 哇 艾莉的福 真的 真的很甜哦 是吧 快吃 快吃 真好吃 朋友们 今天跟小伊森不仅体验了摘蓝美的乐趣 而且还亲自动手做了一回糖葫芦 怎么样 有意思吗 哇 真的很好吃 果然艾莉最棒 哈哈 那么艾莉跟小伊森下次还会去够 有意思的地方跟朋友们见面 艾莉 去呐